抗菌香皂为何屡传致癌 致癌的杀手 知名品牌悄然下架 想想会可怕呢 网络传闻沸沸扬扬 非常非常的惊讶 会对宝宝造成伤害 您正在使用的香皂究竟是洗出了健康还是洗出了风险 一场关于抗菌香皂的安全大调查马上呈现 赵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两个孩子都处在活泼好动的年龄 赵女士既想鼓励孩子们多多接触外界环境 保护他们喜欢探索的天性 另一方面 她又害怕不确定的环境会对孩子的健康产生影响 我是一个有点轻微洁癖的人 要是接触宝宝的人 我都会要求他们必须要用抗菌皂去洗手 去洗手 这样的话 我觉得宝宝才不会因为接触太多的细菌而生病 这种过度清洁的习惯甚至都引起了家人的不满 但是赵女士坚持认为 孩子对细菌的抵抗力差更需要格外的注意 可是最近 一则关于抗菌造致癌的传闻 却让赵女士烦恼不已 最近呢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 频繁的使用抗菌造可能也会对宝宝造成伤害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呢 用抗菌相造原本是为了让宝宝健康 但是面对这种种的流言蜚语 赵女士不禁产生了疑惑 难道爱干净也有问题了吗 对家人周到的呵护怎么就变成了变相的危害了呢 据说在距今大概两千多年前的一天 有一个奴隶给他的主人用手去抓这个羊油 然后这个羊油不小心啪掉在地上 卷在这个草木灰里烧火用的草木灰 然后呢 这个小奴隶用手抓完以后赶快去洗手 发现这下为什么手洗得这么干净呢 大概说两千多年前 古代埃及人发明肥皂 就是这么发明的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想把手洗干净 是因为比如说病从口入 我们知道手上有很多的细菌 一双没有洗过的手 大概有八十万个细菌 而且有科学家做了一个试验 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更加的不舒服 所以如果那个指甲够啊 老百姓讲是指甲里的泥收集起来 有一克那么多 一算里面有三十多亿的细菌 这个想想怪可怕的 所以我们一直想把手洗干净 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洗得没有细菌 没有病菌 你看那广告商不断地告诉你说 抗菌啊 什么洗手液 抗菌什么什么香皂 等等等等 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广告里面的概念 可是突然间我们却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明 有媒体称 为了实现杀菌抗菌的效果 很多抗菌香皂和抗菌洗手液中 都会添加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 经过动物试验后发现 这种物质经过反应 会对心脏和肝脏造成损伤 具有轻度质机性 可诱导小白鼠发生肝癌 听起来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 而且我们的编导真的是对市场认真的做了一番调查 之后发现厂家他们把某些含有这种东西的产品 悄然下架 就好像有点此地乌银三百两了 那其实普通的这个香皂啊 香剥啊 洗液和这个所谓的抗菌产品 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因为添加了这个东西 这东西据说是抗菌利器 但是也被人们叫做致癌的杀手 它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白色的颗粒的结晶 它有一个名称叫做三氯升 那么这三氯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 它又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三氯升 学名二氯本氧氯分 又名三氯心三氯沙等 是一种广浦抗菌剂 被广泛应用于香皂 洗衣液 牙膏 洗面奶 空气清新剂等日用化学品之中 正像您所看到的一样 这个刚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 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原本想着我们离它远一点 可是它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完全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么这个所谓的三氯升 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真的像传言当中说的一样 它就是致癌的杀手 我们了解到 三氯升本身并不具致癌性 那致癌的说法又是从何谈起呢 为了弄清楚真相 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用专业的实验来验证抗菌香皂 是否真的具有致癌性 这种白色的粉末就是三氯升 进行三氯升水溶液的配置 将称量好的三氯升加入到碱性溶液中 将次氯酸钠加入到配置好的三氯升水溶液中 这种次氯酸钠溶液是用来模仿我们洗手时接触到的含氯成分的自来水 将所得到的溶液立即拿去上机检测 传说中隐藏在抗菌香皂中的致癌杀手究竟是什么 他确实分成了 被检出的三氯升对健康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结果就让人非常的震惊 争议不断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有何差别 终极解密为您继续揭秘 经过浓度较高的三氯升与氯水的反应实验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通过三氯升和次氯酸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氯水反应 我们通过一些检测 它确实生成了一定的三氯甲烷 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其低的 三氯甲烷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麻醉昏迷剂 它通过人体的呼吸系统 消化道和皮肤进入人体 不慎就会致癌致死 它的使用是受公安机关严格管制的 刚才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让人非常的震惊 就是三氯升和盘氯的自来水 居然能够产生一种致癌的物质 叫做三氯甲烷 那以后连自来水都不敢用了 当然专家也告诉我们说 那个量很低没有关系 其实是安全范围之内的 那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三氯升的合理的使用范围 安全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国2008年颁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Gb22115-2008 牙膏香皂等日用化学品中用原料规范规定 允许添加三氯升 但含量不得超过0.3% 在刚才的实验中 为了让反应的效果更加明显 我们使用的三氯升是较高浓度的 即便是浓度较高的三氯升与绿水进行反应 产生的三氯甲烷的含量也是极其低的 而在抗菌香皂中 三氯升被允许添加的最大剂量是0.3% 它所产生的三氯甲烷含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尽管已经确认了 杀菌香皂中所含的不良成分是符合国标的 但是赵女士似乎另有疑问 自从有了宝宝之后呢 我对于她用的一些东西呢 选择都是特别谨慎 尤其是在就是洗护类产品这一块 像抗菌的香皂啊 抗菌的洗手液我都会选择就是国外代购 然后因为总是觉得好像进口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比国产的要好一点 然后就不知道就是像国际上的标准 和咱们国内的标准呢是不是一样的呢 正像大家刚才所了解到的一样 这个0.3呢是一个国家的标准 当然我们现在购物的途径越来越多 很多朋友也热衷于做这个网购一族啊 喜欢国外代购啊 有人会说哎呀国外的跟我们的标准不一样 会不会国外的对身体也会有影响呢 据了解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欧盟或美国 三绿生被允许添加的限量标准都是一致的 其中欧盟对此的安全性数据 尤其官方的安全评价机构欧盟消费者安全科学委员会做出结论 三绿生在牙膏洗手液沐浴露等产品中添加不超过0.3%是安全的 之前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下 而暂时下架的韩三绿生的抗菌类产品 在流言被打破以后也恢复了销售 那其实这个0.3的这个标准是国际通用的数值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家包括有些环保的人士都在提出一个问题说 我们一定要添加三绿生吗 那我们不如回到本质来谈一谈 为什么要添加三绿生 它的抗菌效果到底和普通的这些清洁产品有多大的差别 抗菌香噪真的比普通香噪的杀菌效果更好吗 可以明显看出抗菌造的菌恶术 普通造的菌恶术 长期使用抗菌香噪是否真的对人体存在严重危害 非常非常严重的厚 面对五花八门的抗菌产品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 终极解密为您继续揭秘 为了准确对比抗菌香噪和普通香噪的区别 我们继续在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抗菌材料检测中心进行实验 首先我们先用普通香噪为实验员洗手 接下来我们用抗菌香噪为实验员洗手 将实验员以洗净的手放入洗脱液中浸泡 分别将洗脱液吸出一毫升 在培养皿中加入穷纸 凝固的培养皿放入培养箱中培养24小时 经过24小时的培养 可以明显看出抗菌造的枕络数少于普通造的枕络数 通过实验 经过24小时的细菌培育 我们可以用肉眼很明显地看到 抗菌香噪确实比普通香噪能够更好地杀灭细菌 同时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市面上抗菌洗手类的日化产品 我们也进行了抗菌洗手液的对比实验 与抗菌香噪的实验结果相似 抗菌洗手液也要比普通洗手液能更好地杀灭细菌 也就是说 抗菌洗手类的日化产品 基本达到了它们所宣传的灭菌效果 我们已经打破了抗菌类产品致癌的谣言 而且又见证了它们如此有效的抗菌效果 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了呢 抗菌造致癌的谣言虽然被打破 但是赵女士却并没有因此完全放心 她通过回忆女儿的成长经历向我们说出了这样的情况 姐姐呢从小到大 她也是一直用抗菌的香皂和抗菌的洗手液 她的衣服呢也是经过特别消毒 晾晒在给她穿的 但是呢也发现她在上幼儿园之后呢 比其他的小朋友生病要更频繁一点 头疼脑热等各种小毛病不断 会不会跟自己对女儿的这种过度保护有关呢 赵女士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难道我做错了吗 其实呢三绿生的产生和细菌 它们之间是一对天敌 所以细菌去对抗三绿生的时候 它就不断地会去升级 不断地会去变化 而像大家所了解到的一样 就会产生出来一种所谓的超级细菌 那个时候可能就对我们的人体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在我们生活中确实存在 包括抗菌香皂 抗菌洗手液 抗菌衣服 抗菌玩具 等五发八门的抗菌产品 这些抗菌产品呢 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去除微生物的危害 也能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质量 但是我们人体呢 本身是一个菌群的平衡体 我不建议呢 每次洗手等情况下呢 都使用抗菌产品 以免打破我们的菌群平衡 所以我不建议任何产品都必须具有抗菌性能 过度使用抗菌产品 或过度依赖抗菌产品 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利的 我们讲到三绿生 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 是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的 就是三绿生它的使用 不光是给您个人 给我们整个社会 甚至于给我们的地球家园 都会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副作用 三绿生可以影响土壤的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 影响土壤渗透系统中 其他外来物质的生物降解 增加细菌侵入水层的风险 同时它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对水体可能造成污染 抑制海洋藻类的生长 藻类是水生生态系统的主要初级生产者 三绿生对其所产生的抑制作用 可直接导致水生生态系统失衡 抗菌相造能治癌 今天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因为有国家标准严格的控制 所以0.3的这个线没有被突破 那合格的正规的产品 其实是不会致癌的 对人体是无害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要多说一句 商家广告商 不要更多的去追求利益 其实认真想一想 我们真的是需要三绿生的添加吗 为了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也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觉得这样的产品 其实也是越少越好 这是一条留言 2016年2月2日傍晚 内蒙古自治区牙克什市光明南路 公铁立脚桥上 一位七巡老人被撞身亡 接到报警后 内蒙古自治区牙克什市公安局 交通巡逻警察大队 立刻成立装案组展开调查 经过逐户排查走访 以及查看大量的相关监控视频 报案民警判断 肇事车辆为一辆带棚电动三轮车 随后根据案发现场遗留的 L型黑色塑料条 民警顺藤摸瓜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卢某抓获归案 并查获嫌疑车辆 沈俊中 卢某对交通肇事 致人死亡后逃逸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卢某的行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33条规定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